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Sam,我叫羅耶 有時候就會搭SAM,但是有時候... 就是好像大家有點看不懂,所以Sam就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尋找受訪者,做一個PPT 但是我做PPT的能力,跟我寫程式的能力一樣爛 所以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是Sam,我是台大受益學演奏所的說二 我是英國人,然後我正在準備畢業論文 然後是對公民科技感興趣 然後我的研究是 演奏台灣公民科技社群參與者的 國際參與和交流模式 然後三個主要的問題是說 這些參與的東西是什麼? 參與的方式是什麼?和意義在哪裡? 然後先說一下為什麼想要做這個研究 就是一般的研究開始就是看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然後發現過去的文獻就是沒有討論到 然後覺得,哇應該要補一點就是寫一些文獻 讓我們學術群組有這個討論 然後其實有關公民科技的學術研究已經不少了 但是比較沒有討論到這些國際 就國際交流的部分的 所以我發現我所認知的台灣國際公民科技 跟我所讀到的差別最大的就是說 我會認為這邊的其實已經滿國際化的 然後就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覺得已經有很多可以討論 然後就覺得我們那些討論越多 就是會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公民科技的運作 然後就是希望是對公民科技參與者 也是對學術是有幫助的 那我有論進度可以有兩個說法 你要看你是我知道老師還是不是 不過你是我知道老師 那就是其實一切過得很順利 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但是其實它不在場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誠實的說 已經很開心有找到一些人 然後收穫已經很多 但是就是比較嚴重的缺人 所以想要找人 然後我要討論誰 因為是比較初步階段的 我不想要限制太多的 因為我就覺得收集一些不一樣的人的意見 也是對我是好事 所以最簡單的是 自認為是GNB社群參與者即可 但是 沒有這個身分的話 也可以說自認為是台灣公民科技社群的 或者反正你在場的話基本上都可以 然後 然後 最重要的是有意見想要發表的人 然後 有參與過比較多的也好 沒參與過的也好 因為我不想要只是討談那些 經驗非常豐富的人 因為變成是說 我可以要演奏台北 台北市是大家喜歡狗還是要貓比較多 然後 只去問狗派的人 當然會有一個誤差嘛 所以 我不會只去問就是參與過很多活動的人 然後 反彈內容是 一部分就是 會問你一些個人經歷的部分 就是 怎麼進入社群 或者怎麼開始做這件事 然後問你參與哪些活動 然後參與比較多的人就會討論這些活動 然後 當時說為什麼參與 參與模式 或者你覺得你收穫是什麼 然後比較少也就是 討論一些過去發生的活動 或者是 你對一些活動的認知和了解 然後 然後再一次提醒說 找人也不會 也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也不分國籍 只是 基本上誰都可以 而如何進行的話 是 我不會今天很想要訪談 但是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聊一聊 但是 我最好是 今天找人 願意以後 再排個時間 訪談 然後 不想要參與的話 但是想要幫助我的研究 也是有個公密連結 在最後 而我時間非常彈性 因為我是碩士生 然後 反正的語言是 中文、英文和加拿雜都可以的 然後 地方是都可以 就是安靜都可以的 然後 你每一間的話 就會安排在一個安靜的咖啡廳 或者在 是我的系的大樓 然後 時間是一到兩個小時 但是我跟你只有半個小時 我最後二十分鐘 也是可以討論 我非常彈性 然後 最後是 有關 有關 我自己錄的名字 是你可以選擇 所以 我可以在文件 在文章中說 就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畫名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的 然後這個系列 隨時可以改變 然後 組織稿的受罪 並且我會保護你的 那個組織稿也是可以 也是由你來決定 但是 組織稿要等一下 因為我打自己有點慢 但是 打完是 你可以決定我 只有我們可以看 還是可以公開 然後 如果你受訪的話 我可以幫你做英文練習的 所以 我不是隨便花你的時間 也不給你們什麼幫助 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互動 互相幫忙的過程 然後 我的論文 希望是 下個學期 就是2021年 1月到7月要寫 所以 我 我不會受傷 然後 我會用英文寫 然後 想要知道更多的 可以掃瞄這邊 這邊 會有我的問題大綱 但是這個是 大概的問題大綱 然後 有我的計畫書 但是 一定有點過去的 然後也有我的知情通理書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在 訪談之前 你必須看 然後會 麻煩你簽 但是不用先來看 就是 無論你要訪 就是無論要受款的話 這個會 之後再麻煩你看 然後 我以後方式有LINE Email跟SLAB 都可以 先報告到這邊 我留一下 給大家 可以掃一下 但是 講完了